大家好,今天还是分享关于赖清德讲话的内容,就是关于2024,因为赖清德这个话题就和2024直接挂钩了,赖清德说2024是民主和专制的对决,我们先看一看新闻,新闻来自于中士, 新闻是这样讲,赖清德强调2024民主与专制之战,民进党12日正式提名副总统赖清德参选2024,在记者会上赖强调台湾多数民众不接受一种原则,九二共识与一国两制,直言2024选战将会是民主与专制的决策,新北市长会有一对此则用内政停滞,百发待举来反讽, 当前政府四两拨千斤化解绿营散场的国家认同战术,面对绿营一贯的国家认同选战策略,侯强调,中华民国自1996年以来,落实民主机制已经很多年,每个人都有投票权,可以展现自由意志,早就是民主化的国家, 接着华方一转后,指当前人民最关心的,是能不能安全安定与安居乐业,凡凡政府现在是内政停滞,百发待去,应该要立即改革,让人民安心过好日子,才是首要工作 好,这样的文章,大部分都是没有意义的话题了,都是打嘴炮了,人人都那么说 标题很明显,就是2024是民主与专制之战,请问谁代表民主? 按赖的意思就是民进党代表民主,而国民党代表专制,那柯文哲要窜出来代表什么呢? 我们先看看现在民进党是民主吗? 民进党,昨天刚刚说完的话题,今天又来了,有点老调从堂的感觉了 民进党玩的是专制,嘴里说的是民主,无论从新闻媒体,选举制度,以及公投制度 民进党玩的一切一切都是专制,就是一个人说了算 现在在台湾就是蔡贾博士说了算,其他人都是喊巴狗 那这样的一种制度叫民主,蔡贾博士从来不接受咨询的 接受咨询的都是那个行政院长,而发号施令呢,全是蔡贾博士 一个人他决定,他说干什么就干什么,他说让谁当官就谁当官 整个那个行政团队都听他一个人的,这叫民主啊 说国民党专制,国民党过去以来一直确实是专制 但是在民进党不断的拱拱拱,中间在李登辉时代 确实在台湾这个地方呢,出现了一点民主的萌芽 这个民主的萌芽就是早期民进党这些人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 街头乌拉瓦拉,好不容易争取到了一个半民主的社会 所谓半民主就是人民在假装的在投票 至于投完票,谁来点票,这个现在已经很明显了 我们就从韩国瑜这个事情来说 高雄罢韩,不是高雄人民把韩国瑜罢掉的 是民进党把韩国瑜罢掉的 韩国瑜和蔡贾博士选总统 韩国瑜得票远超过蔡贾博士 韩国瑜的民调远超过蔡贾博士 蔡贾博士在当时五个准备选总统的候选人里边 他的民调是最低的 那五个有科,有王金平,有郭台铭,有韩国瑜等等 任何一个人的民调都高于蔡贾博士 因为蔡贾博士干了四年以后 已经把台湾搞得是一塌糊涂了 人们是看明白了 但是最后人家用专制的手段又给你板回来了 赖清德当时还挑战蔡贾博士做调你 赖清德到今天敢说话吗 他敢就那件事情说话吗 不敢,吓得跟孙子似的 现在赖清德反过来道说他是民主 请问赖清德你是民主 当时你跟蔡贾博士被做调的 那叫民主做调的 还是叫专制做调的 所以现在赖清德以他的过去的表现 和他今天的说法完全不一致了 整个的民进党也不是一个民主的政党了 叫民主进步党 实际上是蔡贾博士的保皇政党 赖清德至始至终都在维护蔡贾博士的专制的统治 打个高端 赖清德也要去配合帮着做做戏演演戏 请问赖清德你戈背上打的真的是高端吗 蔡贾博士打的真的是高端吗 都没有 都不敢说 在这种情况下 你看高喊的民主 已经没有人相信了 他打的那个牌 还是抗中的牌 中方也挺配合 也不动真的 总是演习 这一演习就跟蔡清德给他抗中保台这个造成了一个理由了 造成了一个他为了竞选为目的而欺骗台湾人民的理由了 要不你就动真的 也没有真的 要不你就谈 也不谈 这个事情到现在也就是 谁也不说 也不谈 但是 这边我演习 那边你操作 完了 共军飞机一飞 民进党一芒果干 夸奇他就赢了 最后里边民进党还把中共骂得狗臭 中共还给钱 每年这么多的钱给了台湾 大陆和台湾是逆差呀 这台湾叫顺差呀 台湾挣大陆的钱多 一边骂你是共匪 那边还给钱 这个逻辑也真是不好解释 为什么会是这种样子 人家骂你 拿你当敌人 那你给他钱干嘛呀 不用飞飞机了 就像之前普京说过了 普京说中国和台湾之间其实很好解决 不需要东京武力 就把经济夸奇一切 台湾就活不下去了 到时候自然会跟大陆去谈 如何如何 现在你共军拼命的给钱 每年给那么多的银子 人家还骂你 你也不说什么 只是飞飞机 飞导弹 这个东西会激起老百姓的反感 任何一个普通老百姓 让这个民进党一操作 你看飞机又威胁我们了 他就反感 反感真要投票的话 他也只有投给民进党了 而国民党呢 配合民进党演习 国民党自己也是 被人家说成专制 也不知道怎么反抗 也不知道怎么解释 赖清德的专制就指国民党 赖清德的民主就指民进党 他认为蓝就是专制 绿就是民主 国民党也不会说话 国民党有点鼓起 就提出来 让台湾恢复全民公投 吓死民进党了 这就把民进党那个假批 把这个狼皮给撕掉了 国民党不敢干 国民党是帮着民进党玩 在这种情况下 那国民党就披着这个 专制的红帽子就戴着吧 要想执政 重返执政 我看没戏 所以这种无聊的话题 到现在呢 还在谈论 还在讨论 都是骗人的把戏 但是呢 新闻上就是这么说 赖清德也这么说 大家也不知道 怎么去反驳他 老百姓跟着亢奋 因为有道理啊 因为你的飞机在飞 在威胁他呀 你一威胁赖清德的话 就起作用了 一起作用了 人家就当选了 当选了 人家就骂你 骂完了你还给钱 哪有这好事啊 这真是天底下 少有的好事 人家把你骂得狗臭 你还给人那么多钱 让人家挣钱 让人家去买军火 人家还继续骂你 还继续给钱 这个逻辑真的是 我觉得应该检讨检讨 是不是很科学呢 这是我们的片名观点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加拿大射击运动学院 位于加拿大的温哥华 2013年成立 专门培养奥运会射击运动员 分青少年组和成人组 学校开设持枪证课程 狩猎证课程和奥运会射击项目课程 至今已经培养了8000多位学生 和打猎射击爱好者 学生在北美射击比赛中 取得了许多优秀成绩 并且为世界名牌大学 输送了多名世界级射击选手 学校位于加拿大的温哥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